我们必须在家 再结婚什么就可以 那么您觉得实际上对他的身心的影响 只是在很短一段时间还是以后都会有影响 现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要有说明正确的理想 信念 价值观 人生观 我觉得不能把人的身体 人的能格 人的尊严到市场上去买卖 这样是会催前女性的身体健康 发展下去有的从生培到卖营到西多 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最终要走向深渊 那么国安系统掌握的材料来看 就是这一类现象比较严重的地区 是社会治安好呢 还是说社会治安反倒不好 有没有什么比较直接的联系这里 这个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呢 三培活动这个地区 三培活动比较严重的地区呢 治安问题不少 那么就这个三培房在这个娱乐场所当中 那么引起的问题呢 一个就是一些纠纷甚至产生斗亡 一个呢就是这个色情 搞色情 那么在三培比较突出的地方 降水而来的色情活动和卖营嫖娼 也很严重 因为卖营嫖娼还惨犯一些 这个抢劫啊 其他犯罪也比较突出 实际上我们这次呢去查这个三培有一个线索啊 就是有客人举报到那个公安系统 就是说他去进去到那种地方去 随便喝了点东西 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一下就要收他五六千块钱的这个费用 是不是就是三培现象和这个服务业的一些谋取暴利 不公平竞争有很大关系 关系也不大 因为作为那个谋取暴利嘛 他因为他这个有这个三培现象 这个服务员小姐呢 他并不是在给你企业挣钱 他是给他本人挣钱 就您了解的情况 就我们掌握 招揽客员呢 有的就采取三培的办法来弄 本来自己档次不高 那么用这个呢吸引顾客 这里边呢这个顾客多了以后 他的酒水卖呢 就加上了这个消费 有的呢还太高物价 所以这个现象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有一定的联系 咱们复联呢最近做过一个这方面的调查 就是关于这个服务行业 各公安部门呢 还有这个群众 举报也可以是吧 这样的话就能比较彻底一些 时间比较长久一些是吧 一阵风过去了以后就不行了 各个经理各个老板 他们可以自己通过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想出很多的方式来开展这些活动 不一定非要搞这些腐朽的这些三培这个东西 如果我想要您提就是非常可以操作的方法 来杜绝这个三培一下 您会提什么建议呢 作为我们妇女来讲吧 要教育引导广大妇女 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 要以自己的才华勤劳和奉献 引导社会的承认和肯定 所以我们企业的经营者来讲 应该在这方面应该严格要求 现在国家也在强调社会治安总和治理 我们就需要社会各部门动员出来 特别是我们基层的一些党政领导 一定要在意识上解决问题 要解决这个三培的存在 使改善投资换动这样一个错误意识 现在说起来呢 三培似乎只是在一些 个别的业务场所发生的现象 好像不具有普遍意义 其实呢 透过这个讲呢 可以反映我们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但愿呢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能够引起社会各界进一步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重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节目 咱们明天再见 同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朋友们 看到这繁忙而热闹的景象 您是不是觉得自己正置身的饭店 很多人喜气洋洋的忙碌着 是有什么高兴的吧 好 大家 这里不是什么饭店 不过喜事还是有的